台南麻豆鳄鱼王生态农场饲养 36年的台湾鳄鱼王巨鳄小和 四主邱奇和要送给厦门动物园 移送过程一波波折 透过立伟黄伟哲向农委会关切 今19日总算成行 但是面对他的即将离开台湾 现场粉丝相当不舍 邱奇和更当场落泪 小和今天要出养 包括立伟黄伟哲 及许多粉丝都赶到麻豆鳄鱼王农场送行 安可女王歌星 阳心话及电台主持人乌兆帮 黄伟哲更在现场演唱 期待再相会 连台湾疯癫画家匡乙 还特别以他擅长的手指作画 为台湾鳄鱼王送行 为了迎接小和 厦门卫视也拜远前来拍摄 台湾鳄鱼王一送厦门动物园的过程 邱奇和家人眼见与他们共处 36年的小和即将远离 难掩依依不舍的心情 不禁暗中伤筋落泪 邱奇和表示 开始饲养小和时 只是一只重20公克 长30公分的小鹅 现在已经长到58公尺 重125公顿 36岁的他在河口 饿还算是年轻一族 去年7月31日 是巨饿在台湾马斗 鳄鱼王农场展出的最后一天 小和的粉丝 立伟黄伟哲还特地购买 100片式木鱼堵来威喂食 让鳄鱼王回味台湾喂 去年8月就要送到厦门的小和 却因为两岸的出关与入关条 力束缚下一波多折 经过立伟黄伟哲的努力 以赴奔波下 今日总算成型了鳄鱼王农场 今日也悬挂旗 感谢立伟黄伟哲协助 通关到中国的千红布条 黄伟哲也感到现场 为巨饿小和送行 今日在立伟黄伟哲的见证下 邱奇和把小和驱赶至香柜内 小和似乎不想离开故乡 还一度想跳脱香柜 还痛到流血 现场粉丝感到相当不舍 预计21日即可抵达厦门动物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21日即可抵达厦门